就这样,明明不过才害时不到,楚清河便躺在了床上,开始数羊。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喜羊羊,懒羊羊,考全羊。 而在楚清河这数羊数得开始莫名跑偏并且感觉有些饿了的时候, 院中的三女则是聚精会神观看肩,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赵和屈非烟一开始那脸上笑容已经不知不觉间凝重了起来。 尤其是小赵,在这观看下,眼眶也是逐渐开始泛红。 在小赵的影响之下,旁边原本还忍着的屈非烟也是开始鼻子一抽一抽的。 大大的眼睛之中逐渐开始有着水雾弥漫,一旁的腰跃此时的脸色亦是沉重一片。 渐渐地,啜气声在这院子里面逐渐地回荡。 要不是楚清河这院子里面灯火通明,就这大半夜的。 这种如气如素且带着明显忧怨的啜气声下,怕是免不得得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当将最后一张书稿放在旁边取飞烟面前后,腰跃一张脸已然是阴沉如水。 闭目间,脑中也是不禁构建出那那海边大火熊熊的船之上, 看着男主的尸体女主微笑间自尽的画面。 要知道,人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 画本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便在于通过文字的叙述。 观看这画本的读者能够在脑中构建出最符合自己喜好的画面,浮想连篇。 因此,在看这画本间,两女时儿将女主当作腰跃,时儿当作东方不败。 男主则是当作楚清禾。 但对于腰跃而言,无疑是将自己带入进去。 看着此刻楚清禾写的这一个画本的结局,腰跃此时脑中画面浮现间, 心中那种一难平可想而知。 使得腰跃此时心中漠然有了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哪怕是曲飞烟以及小招都已经是将这画本同样看完了, 腰跃这边的情绪也是没有能够平复下来。 不过,有时候感觉来了,想要收敛下去,确实没那么容易。 正如老话说的好退一步越想越气,忍一时越想越亏。 便如此时的腰跃一样。 在尝试着平复心情之后,越想心中的火气越盛。 尤其是旁边还有着小招和曲飞烟不断传来的唾气声。 更是有着火上浇油的助力。 东、方、布、拜。 银牙紧咬间,腰跃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崩。 随后,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腰跃忽然瞥了楚清禾所在的主屋一眼。 眼中,不禁浮现了一抹犹豫,可却又快速地被心中的怒意所覆盖。 深吸了一口气后,腰跃压着声音对着小招和曲飞烟道, 天色不早了,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 听着腰跃所言,红着眼眶,还是小声啜气, 明显还没有从这话本悲凉凄美结局之中回过神来的去。 飞烟一边吸着鼻子一边说道,可现在这样,哪里睡得这样? 小招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吸了一下鼻子。 视线撇向桌上那书稿时,眼泪又是再一次从眼眶之中满溢了出来。 只是,对于两女此刻的反应,腰跃却是继续道, 我觉得,你们能够睡得着。 带着几分强硬态度的声音出口,引得小招和曲飞烟不禁抬起头。 当两女视线落于腰跃的脸上,看着腰跃那冷若寒霜的面容, 曲飞烟和小招均是身体一将。 率先反应过来的曲飞烟快速快速开口道, 呀,天色是不早了,忽然间就好困,我们先去休息了。 说完,曲飞烟便拉着小招返回到房间里面。 反正都是哭,在院子里面哭和回房间里面哭都差不多。 要是为了这话本再挨一顿打,那才是不划算。 然而,就在曲飞烟拉着小招返回到房间时, 却发现腰跃此时竟然是跟着两女到了门口, 一言不发地看着两女。 见此,曲飞烟和小招也只能乖巧地躺在床上, 并且盖好了被子,只露出各自的脑袋在外面。 只是心中的悲伤尚且还未缓和过来, 两女盖上被子的时候,忍不住吸了一下鼻子。 乍一看,倒像是寻常家庭里面刚被父母揍了一顿强行安排睡觉的孩子。 而当两女都是躺好盖上被子后,腰跃长袖轻甩。 伴随着一股劲气向着两女这边笼罩而去, 在两女身上盖着的被子漠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掀起。 紧随其后,则是另外两道混着真气的特殊进气掠出, 然后无比精准地落在了两女身上的穴位上。 而在被点中,穴位的两女,身体先是一僵, 随后身体一软,呼吸瞬间就是绵长了起来。 同一时间,空中那刚刚被掀起的被子也是再次落下, 盖在了两女的身上。 就这样,宁宁还是没有从之前那话本期美结局中 走出来的屈非烟以及小招, 就这样被强行中断了悲伤,陷入到了熟睡之中。 在两女被点中穴位昏睡过去后, 妖月才是跨出房门,清戴衣袖下, 身后的房门瞬间被关上。 伴随着此时这院中,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妖月目光轻转放在了那主屋的位置。 原本妖月安排一花宫的弟子将几日前储清和写好的话本 送往日月神教以为能够给东方不败, 着点不痛快。 却不曾想,东方不败竟然也给自己玩了这么一处。 在此刻心情郁节间, 妖月的好胜心也明显是被东方不败给激了起来。 在这恶向胆边生, 心中萌生了一个这段时间, 一直隐隐徘徊在心中, 却一直犹豫的想法。 想吧,妖月深深地吸了口气, 嘴中缓缓呢喃了一声。 哼,从今以后, 本座就要你永远若本座一头。 声音落下, 妖月裙脚下的脚缓缓抬起。 等抬起这脚落下的瞬间, 在真气的弥漫下, 竟是瞬间出现在储清和这房间的门前。 而到妖月出现在储清和这主屋门口的瞬间, 伴随着进风鼓动, 面前紧闭的房门, 瞬间被推开。 房间内, 此时躺在床上已经数到了羊肉串的时候, 仿佛也是感觉到了什么, 缓缓地睁开眼。 当借着外面院子里面的灯光, 也是看见了此时站在自己身边, 脸上带着几分思绪和犹豫的腰跃。 见此, 储清和神色微顿。 得, 还是没躲过。 轻壳一声后, 储清和开口道, 那啥, 第一本, 练手的, 不用太纠结。 显然, 此时的储清和以为是在看完那画本后, 妖月追到房间里面来问责了。 看着面前这俊美的面容上, 那隐隐有些尴尬的神情, 妖月此前, 那冷冽的眼神也是瞬间柔和了下来。 几夕后, 随着妖月袖口挥动, 真气涌动下, 一股股劲气瞬间从旁边的窗户掠出。 伴随着一股股特殊的劲气, 快速地在这院中回荡, 不过请客间, 便将这院子周围那些灯笼之中 已经燃烧殆尽的烛火全部扑灭。 并且, 储清和此时这房间的门窗, 一时一同被关上。 刹时间, 整个房间的光线, 便是变得昏暗了起来。 面对此时这忽然暗下来的环境, 原本做起来的储清和神情微愣。 不过, 不等储清和多想。 下一瞬, 储清和便感觉一股特殊的劲气 从四面八方向着自己笼罩 而来禁锢住储清和的同时, 亦是被点中了穴道。 连带着妖月还顺势点了一下储清和的哑学。 紧接着, 自储清和的耳边 也是传来了嘻嘻苏苏的声音。 至此, 储清和哪里还不明白 妖月此时闯进自己房间的想法。 几乎是脑中念头浮现的瞬间, 一道声音便传入到储清和的耳中。 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随后, 在些许的推力之下, 储清和被迫重新躺了下去。 这一夜, 在储清和的面前, 妖月再一次展现出 自己的高高在上 以及那不容拒绝的霸道。 月色如蒙, 落于这院中。 冷风轻浮间, 树枝摇摆间 也是有着些许的沙沙声。 虽说院中没有了那灯火通明的温馨, 但却也是让此时这院中 多了几分静逆以及幽静的感觉。 只是, 伴随着主屋之中的一些声音时而回荡, 却是让这幽静的感觉 漠然变了味。 同一时间, 黑木崖, 后山。 此时的东方不败 随意地坐在后山的一处凉亭之中。 或许是因为在储清和那边的习惯, 此时东方不败 这本身就不大的凉亭周围几根柱子上, 却是挂满了灯笼。 使得这凉亭以及周围, 恍若白昼一般, 即便是地面上那些石板的纹路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而在东方不败的手中, 此时则是拿着一本书, 桌上亦是糕点美酒, 一点未动。 若是屈飞烟此时在此, 定然能够第一眼便看见 东方不败手中这书封面上的所印的字体。 位于正中字上到下写有 《公主大人在爱我》一次几个大字。 而在封面右下的位置, 则是留有几个小几号的字。 芳心纵火饭。 正是在今日傍晚, 由一花公弟子快马家鞭 送至这日月神教而来。 然而, 此时的东方不败比起白天而言, 脸色却是凝重到了极点。 渐渐地, 在这脸色阴郁之间, 东方不败身体之中血红的真气 已然不知不觉间弥漫开来。 沉重如水的压力弥漫间, 不单单是覆盖了这黑木崖的后山, 甚至还有着向外蔓延的趋势。 使得此时守在后山入口的两名日月神教掌老方 才凝聚出来的些许困意快速地消退。 身体瞬间站得笔直。 两久, 伴随着手中最后这一页的几个字印入眼帘, 东方不败五指用力, 瞬间将手中这画本抓成一团。 又死了! 冰冷且充斥着极端不满的声音, 亦是在这一刻从东方不败的口中吐出的同时, 汹涌的内力顺势也是从东方不败的身体之中办法。 寒怒之下, 东方不败狠狠地一掌拍在面前的石桌上。 砰! 强大雄魂且凝联无匹的真气, 以及之中蕴含的尽力, 使得东方不败的手掌拍在这石桌的瞬间, 整个地面都是震荡了一下。 而面前这原本坚硬的石桌为中心, 桌面上的酒壶, 糕点乃至于东方不败此时坐着的这一个凉亭 皆是宛若全部由泥沙堆砌起来的一样, 快速地化作鸡粉。 连带着以东方不败为中心, 周围一丈的地面, 都是瞬间下凹了近一尺左右。 唯独东方不败身下的那石櫻孤零零的柱里, 凉亭都没了, 更别说之前悬挂在柱子上的那些灯笼了。 在同样化作鸡粉后, 周围的光线瞬间暗淡了下来, 唯有一旁悬崖上空那碗若银盆一样的脚跃隐隐照亮着后山, 感受着脚下传来的震荡感, 以及身后那充满了怒意和冰冷的声音。 守卫在这后山入口的两名日月神教长老身体也是下意识地抖了一下, 冷汗刷的一瞬便从两人的后背溢了出来, 心中把凉把凉的。 不过, 在这心中惶惶不安间, 这两名长老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均是从对方眼中发现了想同的疑惑。 谁又死了? 不是, 为什么还能够在死前面加一个幼字? 然然, 随着寒怒拍出了这一掌后, 东方不败心中的愤怒不但没有削减, 反而是隐隐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上一次有着这种感觉时, 还是东方不败十年前和自己妹妹失散的时候。 而且过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 这种感觉都没有半点消散的趋势。 见此, 闭目深吸了一口气的东方不败忽然开口道, 来人! 声音一惊出口, 在回荡开来的瞬间, 此前那守卫在后山入口的两名长老皆是运转轻功身法, 瞬间出现在东方不败的面前单膝跪下, 叫主! 行礼间, 这两名日月神交的长老也是同样注意到了那仿佛凭空消失的假山 以东方不败周围这凹陷下去的地面。 吓得两人更是屏住了呼吸, 生怕发出的呼吸声会吵到了面前的东方不败一样。 随着这两名日月神交的长老出现, 东方不败依旧是没有睁开眼睛, 而是询问道, 桑三娘有消息传回来了吗? 面对东方不败所问, 其中一名日月神交的长老回应道, 启禀教主还未得到桑长老回来的消息。 听着这人所言, 东方不败微微皱眉。 日月神交本身便在这大明西南之地, 和楚清河所在的雨水城相隔不远。 以桑三娘的清宫教程, 单独动身的话, 应该说两日内便能够抵达。 加上雨水城中的铁剑门和青蛇帮现在, 都是换成了日月神交的人。 按理说桑三娘将东西送到后, 也会第一时间飞鸽传输回神交之中。 正常来说话, 现在消息应该是该回来了才对。 除非桑三娘此行出现了意外, 也是在东方不败眉头清皱时, 一道声音快速地响起。 童百雄求见教主, 听到后山入口传来的声音, 东方不败面容清台, 声音冷漠出口道, 进来。 几夕后, 随着童百雄进入到后山, 当注意到东方不败此时周围的情况时, 童百雄也是瞬间紧张了起来。 单膝跪地间, 童百雄双手举起道, 教主, 桑长老有消息传回。 声音刚刚出口, 一道犀利便是抓着童百雄手中的竹简落于手中。 将之中纸条抽出来看了一眼后, 正是属于桑三娘汇报的内容。 一切倒是如常, 可偏偏东方不败内心之中的不安, 却是莫名变得更加强烈了。 次日, 带到天色威蒙之时, 随着楚清河睡醒, 发现原本被点穴的身体已经是恢复如常, 而在自己的枕边, 却并没有看见妖月的身影。 联想到昨夜发生的事情, 饶恕楚清河, 此时也是有着一种如坠梦境的感觉。 倒不是说和妖月这种高高在上, 只能让人仰视的角色家人, 确定关系后的不真切。 而是在于, 这确定关系的过程。 对于对的人, 哪怕只是一眼, 或许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更别说是像楚清河和妖月 以及东方不败这样 每日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的情况。 虽然说都未开口, 但实则三人之间的关系 早已经是默认的一种状态。 原本楚清河还想着过段时间 在水稻渠成确定关系的。 却没想, 妖月竟然忽然来了这么一处。 这也就算了。 好歹给个配合的机会啊。 从头到尾, 楚清河基本上都是属于一动不能动, 甚至于因为被点了哑学,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被动状态。 中间好不容易通过自身的医术结合内力 冲开了妖月点自己的穴道。 刚想起身就被妖月一巴掌拍了回去, 然后用更多的真气和尽力重新点了穴。 不说这体验感有些欠缺, 关键是作为一个男人, 妖月着让自己完全不能有回应的状态,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打击人。 因此, 想到昨夜的事情, 此时的楚清河也是面带郁闷。 两久都没有安抚下心中郁闷的楚清河, 才是叹了口气掀开被子准备起床。 不过, 当刚刚掀开被子时, 楚清河也是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心中轻一一声后, 楚清河仔细地看了一眼, 然后再俯身到床底瞅了瞅。 不单单是被单少了一块, 连带着下面的棉絮以及木板都是空了一块。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这床底下, 还有着一个差不多三尺的大坑。 见此, 楚清河不由嘴角咧了咧。 得, 还得请公匠上门。 接连报更有点扛不住, 眼睛特别花, 今天暂时一万字更新, 明天继续恢复一万五更新哈。 继续贵求订阅和数据支持啊。